今天是2023年5月22号 是我们家双胞胎正好满两个月的日子 也是我重新回到健身房的日子 因为生小孩的缘故 我已经中断健身两个多月了 这个两个多月啊 我是怎么过来的 哎呀一言难尽啊 我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 大清早的时候跑来健身啊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整个白天 我只有在这个时候是自由的 三个孩子包括妈妈都在睡觉 练了一个小时20分钟的器械 感觉很虚啊 毕竟两个多月没来了 而且这两个多月一直都是熬夜呀 生活作息紊乱的状态 现在是夜里11点半 所有人都睡觉了 留我一个人在这想跟观众朋友们聊点知心的话吧 因为好像大家平时看我的影片一直在传达一种积极的正向的一些东西 但那不是全部 我承认那不是全部 还有另外一面就是消极的一面软弱的一面 今天就想跟观众朋友们好好聊聊这一块就是我作为一个奶爸目前所面临的三个危机吧 第一我觉得就是健康的危机 当然要分两方面聊一个就是身体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 说到身体的健康 我这手边就有一个平时在吃的药 这段时间疯狂的熬夜 作息没有规律 过度疲劳 就导致我的肾脏对尿酸的排解更不行了 痛风处在那个药复发的边缘 那么就赶紧让医生给我开这个药 把这个尿酸往下压一压 两个人带三个小孩这么高强度的这个劳动 让你的身体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在面临挑战的时候 你才会感觉到自己身体的不行 我就感觉我这个腰 这个背 这个肩 因为有时候抱小孩拍嘛 这个手腕 哪哪都是问题啊 我就想年纪轻轻的 好像身体释放了这么多不好的信号 好像就是要变得不那么健康了 但是我肩上的这个责任重担还弄得大 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 哇我有时候会发散想很多 我觉得哇这个身体太重要 所以就像今天早上五点我就起床 然后去健身房 我想通过健身让我的身体维持一个比较好的 饱满的这种抗 也不是亢奋吧 的一个状态 身体太重要了 我们从小老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这一个家 一家五口人 我这个肩怎么能够扛得起来呢 这也是作为一个男人对自己的要求吧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是不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没那么强了 处在一个比较弱的一个状态 所以会让你的心里也没那么死状了 所以我觉得我最近心里 也不是不太见理 不知怎么形容 很容易对事情丧失兴趣 很容易焦虑起来 而且很容易情绪有波动 也容易发火 最近心里确实非常不健康 不健康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让我 让我对很多东西产生怀疑啊 主要是真的自己方面的 这由此引发了我的另外一个危机 就是信心的危机啊 哪些方面的信息呢 就是作为一个男人也罢 作为一个父亲 作为一个丈夫 我以前觉得 我真的准备好了 我经历过那个对童年的这种释怀啊 也到了过了三十的年龄 对很多东西也有自己相对成熟的看法了吧 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 如何去做一个丈夫 如何去做一个父亲 但是只是我以为准备好了 情绪不好的时候 或者在夜里非常困疲劳至极的时候 他们那个哭声啊 真的会让我瞬间 也不能说火就起来了吧 我总不能对一个小孩发多大火 不可能对吧 就是我那个情绪就起来了 那个情绪起来就 有点抓狂啊 就让我看到了 我以为在我身上 已经被我压制下去的一面 就是原生家庭啊 对我的一些非常负面的影响 我小时候 其实经常被家暴 我妈的脾气非常不好 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堪回首啊 我一直上初中 我妈还打我呢 就是那种刷刷山脸嘛 至于那小的时候 我跟我弟啊 在我妈面前都不知道干什么好 知道吗 有时候我妈就躺在床上 抽烟 我跟我 因为家里空间就这么大 然后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玩 我们俩可能就在那说话 或者走动啊之类的 我妈就会发火 就说你们俩转什么转 转了我头晕 诸如此类的情况啊 有时候挨打都不知道怎么挨打 有时候挨骂都不知道为什么挨骂 父母的一些坏脾气啊 对孩子影响极其的深远 那我妈这些问题 对我的影响 我觉得 OK我经过了 这么多年的 自我的消化 我也原谅我妈 我也不怪她 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就 就封存在我体内了 但是不是 它一定会出来 它就看在什么时候 以什么形式出来 所以我说的以上这些种种的东西啊 就让我产生一种 信心的危机 我就没有信心了 我觉得 我够哥嘛 这个前面路还很漫长 孩子还这么小 未来还面临很多挑战 我有足够多的爱和耐心 来养育这三个孩子 有时候对孩子 你不能发火 或者说你克制隐忍 你感觉对大人呢 我就没有必要这么克制隐忍了吗 可能对他 情绪发作更多一些 这更不好 说第三个危机 就是经济的危机 众所周知嘛 我之前是卡车司机 后来做了全职的YouTuber 也是为了方便在家照顾Gavin 那现在 又加了两个小孩 一共三个小孩 肉眼可见的 我的节目现在工心的少得可怜哈 我现在主频道 29万订阅 但是节目工心频率 大家可以简单的翻看一样 在过去的三四个月 平均可能两周 能工心一个影片 它不可能有太多的经济收入 对不对 而且我感觉 我感觉我这个主频道 演算法开始离我远去 流量也比较惨淡 越惨淡 就越没有这个动力去做它 但是我肯定还会坚持做了 因为这是支撑我们整个家庭 那三个小孩 你知道现在Gavin有多难带吗 他就是让你抱着 你知道吗 走都不爱走了 那上下一个劳动力吧 去对付两个小的 真的是分身法术 所以我也没办法出去采访别人 那我就怎么办呢 那我总得有一点点收入来 cover我的这个房租啊 然后吃饭呀 我就做一个副频道 副频道呢 反正就拍我自己家庭的事情嘛 就没那么复杂嘛 拍一拍剪一剪 但是说句心里话 还是有影响 因为当你的耳朵里面啊 充斥着孩子的哭声的时候 我不知道别人 至少我啊 我就很心烦意乱 就什么事情都 我觉得我还怎么做别的事情 我这一天到晚就为他赚算了 其实我们不是我们了 主要是我了 目前还面临一个问题 有点不好意思说 就是长期没有性生活 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 导致的焦躁 你看我刚才说的三个危机 这些方方面面的乱七八糟的一堆啊 给我形成了很多的焦虑感 很多的压力啊 这些焦虑这些压力 其实它是需要有一个宣泄的出口的 性生活当然算是一个宣泄的出口吧 但是这个出口在我这儿是被堵死的啊 没有 其实我也尝试跟他沟通一下 他只要把所有的经历 所有的爱都放在孩子身上 他也确实没有什么性质 他也不理解 不理解男人吧 我觉得啊 作为一个男人 很多心情 或者很多这种 像现在这种时刻啊 真的要靠自己的消化 没有人 哪怕是你最亲密的人 也不可能完全理解你 如果让我用一首歌来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我觉得应该是刘德华的 男人苦把苦把不是罪 我感觉我耳边已经开始想起那个旋律了 真要去流泪 明明后悔的时候 就忘了心里 真要去 后悔 孤心的压力压得我好累 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回 开始慢慢卸下方位 慢慢后悔 慢慢流泪 男人苦把苦把苦把不是罪 再强的人也有权力去疲惫 微笑背后惹只熟悉 走 赶紧快救场 赶紧快救场 帮帮帮唱好了吗 我歌喉就展示到这里了 点到为止 我再展示再唱下去啊 我归答的要退定了 这个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很方便 还是一体积嘛 六合一 然后回来之后 你直接简单设置一下 插电视就可以用 就可以配歌 呼朋唤友啊 比如在家搞party的时候啊 可以抒发下自己的情感 唱歌还是比较陶冶情操的 而且它有云端的曲库啊 就是英文啊 中文啊 但主要是中文歌 还有粤语歌 一共有六十万首 从云端直接下载 你看这个每首歌的屏幕的 右上角啊 它有一个微信点歌 你扫码 就可以点下一首你想唱的歌 你随随便便唱 别办法唱的 挺好吗 这款迪格六合一的卡拉OK机呢 支持美国本地发货 免费送我上门 乐奇的粉丝朋友呢 可以输入专属的优惠码 Rocky 在官网上就可以享受 90美元的减免折扣 感兴趣的朋友呢 就到我的影片的描述栏里面 我把所有的详细信息都放在上面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